过去数周,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越趋稳定,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,5月8号零时起放宽不分减少社交接触的措施。 当天,香港7类早前关闭的商业处所重新开始营业,包括游戏机中心、健身中心、游乐场所,以及包括戏院在内的公众娱乐场所、美容院、按摩院和麻雀添酒耍乐处所。 此外,酒吧及酒馆易于当日恢复营业。 记者走访港岛区多家健身中心、戏院及麻将馆等商业处所,发现此类处所均已恢复营业。 市民在进入场地时,有工作人员测量体温,各类处所亦配有搓手液供市民使用。 市民林先生说,今年以来都很少出门,如今疫情好转,对娱乐场所重新开放,感到十分开心。 放宽部分管制措施所涉及的七类商业处所,虽在当日起开始恢复营业,但在营业期间仍需遵守一些一般规定或特殊规定,如戏院重新营业时不得满座。 美容师进行疗程时,需采取额外保护措施等。 许多市民对此表示理解,市民林先生更对此表示赞同。 记者观察到,当日恢复营业的各类商业处所人流正常,湾仔一家麻将馆更是热闹非凡。 工作人员称,当日上午刚开业30分钟,已经有约30人光顾,客人数量与早前关闭时相差不大。 据悉,早前需关闭的酒吧和酒馆亦在当日起恢复营业,但此等处所需要遵守更为严格的规定。 例如,限制在酒吧里的人数亦不可以在现场有音乐表演或跳舞等。 此外,有四类处所由于涉及的活动风险较高,将会继续暂停营业14天至5月21号, 包括卡拉OK、浴室、派对房间、夜店及夜总会。